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名贊助的 晚間粵語新聞 安省Grand Van超過4000戶停電 未確定是否曾經出現龍捲風 耳君暫停向袈裟開火 只會在受到襲擊後才進行還擊 以波拉疫情施約,近700人死亡 利比亞和塞拉里昂實施新的防疫措施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7月28號星期一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新聞的詳細內容 安省南部廣泛地區 經歷雷雨交加的一個晚上之後 安省西南部的Grand Van到了今早早 仍有超過4000戶停電 安省第一電力公司指 職員已經進行長收 與其最遲會在今晚11點之前 為所有受影響的住戶和商戶恢復供電 加拿大環境部預計 近日會派出專家到Grand Van和鄰近地區 調查是否曾經有龍捲風登陸 當地在昨晚出現惡劣天氣期間 有電線桿和樹木倒塌和損毀 離場雷雨影響的範圍 由西面的溫沙士至東面的京士頓 多處有水浸以及停電報告 大部分受停電影響的客戶 已經重新獲得電力供應 安省奔頓市今天清晨發生致命車禍 一個30多歲的女人被一輛巴士撞倒 並捲入車底最終雙重不治 緊急服務人員指 事發在上午6點之前 在Finch Avenue和Humber Line Drive交界地區 救護員試圖將她救出來的鎮遇到困難 這個女人當場被證實死亡 事發時區內正下雨 皮爾區警方正調查天雨露發 是否對這宗致命車禍的主要原因 大多倫多地區在昨晚雷雨交加期間 出現多處水浸和有交通意外的報告 為了更換街車路軌和修緝路段 多倫多中區華厚的主要交匯署 由今天開始會有全面的風路措施 相信會令駕駛者大胃頭痛 由即日開始至8月11日 Sedaya Avenue和Danda Street West的交匯署 會全面封閉 以便當局進行更換街車軌道 道路修緝和書水管工程 有關路段之前已經由本月17日開始局部封閉 不過今天開始兩個星期的全面風路期間 在Dundas中行到Sedaya的車輛 要在Bother Street改道 至於在Dundas西行的車樓 就要在University Avenue改道 在Sedaya Avenue北行的車輛 要在Queen Street West改道 而在Sedaya南行的車樓 就要在College Street改道 市府官員說 會保持通往雙戶的通道開放 據資料統計顯示 安省自10年前開始 為了改善司機駕駛行為 而頒布的讓路法 沒有達到預期 可以減少違規次數的效果 反而有漸漸上升的趨勢 讓路法要求車輛 在經過路邊停泊的緊急事故車輛的鎮 需要減速和小心駕駛讓路 根據安省省警提供的數據 自2010年起 因為違反讓路法 而發出告票的數量每年遞增 但是去年一年的告票數量 就有1502張 其中1067個為例者 是持安省駕駛執照的司機 發份金額由400至2000不等 另外還要扣3分 自1989年以來 已經有5名省警 因為在路邊執勤時 被經過的車輛撞到身亡 省警將會在未來 加強對該法案的執法力度 首先會從即將來臨的 公民日常周末開始 本國有民意調查發現 年長時要應對的醫療開支 是國民普遍最擔心的支出 日項由本地可銀行 預計會在星期三 正式發表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 有多達7成4在較早前接受訪問的國民 與其醫療護理開支 會是他們年長時最大的開支項目 受訪者平均預計 在65歲之後 每年自己要銀河包用5400元提供 有大約三成人相信 每年要支付1000至5000元 兩成一的人則說沒有作出評估 而有兩成的人則說 預計每年要支付少過1000元 另一成的人則說 預計有關開支金額會介乎5000至1萬一年 另外 有6%的人則說 相信要支付1萬至15000元一年 另有3%的人說 預計每年要支付1萬5000至2萬元 或者2萬元以上 這項民意調查的果仲顯示 受訪者認為 年長時的第二大主要開支 是食物、醫理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須品 接著按比率的次序是房屋、長期護理、旅遊、民喻和康樂 償還債務 以及支援成年子女和孫子的開支 現在先休息一會 西河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堡旅遊提供專業旅遊服務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在北美和中國共有12個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強大完善 致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 足不出戶完成機票和旅遊團預訂 保證你自由出行 網絡空間風采無限 天堡旅遊讓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天堡旅遊 天堡是位於湖南江永遠北部的 永明河尚遊的一個山間盤地 他只知道自己的仙祖在離開天堡之後 以種種方式來戰勝直言,橫強生存 但是對於當初自己的仙祖要離開天堡 他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推断连南过山遥 在离开千家洞之后 下一站就是连州呢 视频中一名身着黑心的男子突然揮了一手 几十名身着特警制服的警员 立即冲入一群举着牌的聚集者中 现场一片混乱 其中十名特警队员将一个女人抬起 往执把车走去 并强行将她押入车道 现场还有警察和小区物业的人正忙着做砍插 这一片在我身后的这面白墙上面 写了成林欠债还钱等几个大字 而且就在它旁边的这个大门上 也是被人刷满了漆 这些不知名的植物根径炸出来的汁液 就是广东传统工艺香云沙的染色剂 因为我是对植物业这个比较有兴趣 经过了几年时间的研究 去到珠三角的河滩 选取银梁最丰富的河泥 将它涂在布匹上面 我们生的冬瓜来炸汁吃 同样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而且这个是股方来的 可以烧热症兼口渴的 各位观众晚安 继续在新闻时间 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和联合国安利回到敦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派系 在伊斯兰开斋截之前 实行全面停火 移军消息表示 会暂停向加沙开火 只会在受到袭击之后 才会进行还击 以巴冲突进入第21日 移军在加沙边境地区被战 在哈马斯宣布同意 提醒一轮24小时停火协议 以便进行人道救援工作 美国和联合国安利会 都敦促双方 在开斋截之前 全面实施停火 不过以色列强调 在冲突中 只是就哈马斯的攻击 作出适当防卫 并会暂时停止攻击加沙 不过如果再遇到攻击 就会即时还击 而冠地面部队 早前进入受到猛烈轰炸 已经变成废墟的小镇 逐步搜索哈马斯在居民中收藏军火的证据 又公布片段 证明哈马斯用学校发射火箭炮 以军上星期四 光线一间被巴勒斯坦难民 作为庇护所的联合国学校 造成16人死亡 百多人受伤 但以军否认 使炮弹落在学校的操场 未有造成伤亡 以色列总理奈塔尼欧湖 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 也否认空袭针对平民 今次以包冲突 造成过千人死亡 当中大部分是袈裟的平民 以色列方面 就有40多名士兵 和3名平民丧生 西非多国的伊波拉疫情 造成过千人染病 接近700人死亡 雷明在利比利亚工作的 美国医护人员 也受到感染 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 实施新的防疫措施 塞拉利昂东部 有医院为居民做病毒测试 当局设立多个路障 所有出城的人 都要接受强制测试 当局形容 伊波拉病毒无可避免 比战争重要可怕 轮国利比亚 就关闭全国所有陆路边境 但是维持开放三个关卡 包括通往塞拉利昂 和基内亚的关卡 而利比亚两个机场 也都会如常开放 但在机场内 会设立防疫和测试中心 为了防范病毒扩散 当局有限制公众集会 和全面隔离爆发疫情的社区 上星期日 利比亚财政部顾问索耶 搭飞机抵达尼日利亚机场之后病发 星期五死亡 令专家担心 病毒会经国际航班扩散 自年初爆发以来 伊波拉病毒奪走超过672人的性命 世卫形容 在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爆发 连前线医护人员也受到感染 在利比亚首都蒙罗维亚 在治疗伊波拉病人时 染病的33岁美国医生布兰特利 情况非常严重 但是稳定 他和太太和两个儿子之前 和他住在利比亚 一星期前返回美国 萨马里亚救援会强调 他们是在布兰特利发病前回国 也没有病征 呼吁民众无需恐慌 和布兰特利在同一家医疗中心工作的 美国女医护人员 怀特博尔也受到感染 并出现各种病征 情况严重但是稳定 南韩克伦岁月号沉没 15名船员包括船长李俊石 悲凶谋杀等罪名 6名生产学生今天上庭作工 学生乘坐巴士抵达在安山的法院 作工的学生说 克伦开始倾側的时候 船员指示乘客 特别指明是檀元高中的学生 留在船舱内 并没有就着船身倾側 向乘客提供任何资讯 到海水开始涌入船舱 是学生自己辅助逃生 海岸卫队成员 只是在客轮外面 协助走出来的乘客 并没有入内尝试救援 岁月号客轮在4月中旬 游人村前往济州途中倾側沉没 造成超过300人死亡 大部分都是檀元高中的学生 美国加州洛杉矶有雷电击中14人 对峙一死救伤 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有雷电击中14人 威尼斯海滩的救生员落海搜索受伤的人 直升机也到场支援 当局指 被击中的人当时在海中非常接近岸边 有目击者说 雷声大得好像是炸弹 有伤者就说 当时见到一下闪光 之后头部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 他随色倒地 除了海滩之外 洛杉矶一个高尔夫球场 也都有人被雷电击中受伤 就像是炸弹的